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三座大墓 2017年9月中旬 正当三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 也是此次空港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呆运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刘呆运根据这三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 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这三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石榴国的墓葬 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 对这三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那么看待的结果呢 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 那么在这三座墓葬的北边 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 发现了六座 那么在这个三个大墓的东边呢 又发现三座 总共这一片里头 这两排墓葬里头 一共有十二座墓葬 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都是一样 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 家族墓地的时代跨斗呢 从目前的这个墓葬分布上来看 可能有十六国早期的和十六国晚期的 它的延续时间 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一百年的历史 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 这三座大墓呢 是这里的规模最大的 也是级别最高的 最大的一座墓葬 墓道长度是四十米 宽度是四米 深度大约在十一米五左右 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 在生土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 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质是基本相同的 2009年刘黛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 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十六国的墓葬 其中有一座编号为M298的大墓 令人印象深刻 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七十多米 深度在十六点五米左右 分前后两个墓室 并且墓道上面还有两个天井 在果冻和墓道的北壁上 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 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十六国时期的文物 有九支连灯 陶马 陶灶 陶牛车 陶河 青铜器皿 另外 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两套月用 刘呆韵因此大胆地推测 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 某一皇族女性的墓葬 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 正在寻找编号为M9的墓葬后世的范围 考古队的领队刘呆韵 正在编号为M10的墓坑边上 直到发掘工作 行 十都差不多了 一般这个墓室里有一些小的东西 比如说铜钱啊 还有这些铜类的小东西 可能会随着这个鱼头呢 往上浮 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 要不一定要把头打碎 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下午三点钟 焦阳似火 然而 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 考古队员正在清理M9号墓后世上方的生土 在相邻的M8号墓中 考古队的技工史洪宇 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 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 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 正在这时 在M8号墓前世的东侧出现了四枚铜钱 其中有一枚铜钱上 筑有封祸两个字 而这种钱币 只在历史上的后照时期 短暂流通过三十多年 通过这枚铜钱 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 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M11号墓坑中 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起物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M10号墓后市的两副人骨架 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在M8号墓中 技工史洪雨继续清理前世的文物 这个叫陶罐 这应该是后市里面的随葬品 实际上这个人骨 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 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围上 从它这么高的层围 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 导致它浮起来了 这个气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 被水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11号墓室日后 这次心域就活头 这外边这是四头 我们都过去头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M11号墓后市的顶部 这个是后市 后市比较后市东径 比前市东径级 它从这个位置起工 起工工径 搞多东西搞多就在这 这个位置 好 这应该是个 应该是个五四涌 这是胳膊 这是头 面向哪个 这小孩这么高的 我知道 它应该底下是个 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都立着 它一直立着 一边在涌道里头 面向外 面向木道的方向 它的目的实际上是正目的 正目的 就是像将军一样站在那 我要守卫着木主 让它安全 2018年7月21日上午 技工徐小平完成了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这个是整 这个整 这个是招 这是个冬奥用剂 这冬奥用现在 头没有出来 开不来 这是两个人我用 到一块尻着 这个单子的出土位置 好像不太对 请你让它们一下 像这样 这个的 这个木 好像是石榴 那个 那个 西纪的木 这是 对 我看 我看这两个 这羊肉就做得有点 那墓葬形式给来 是四十六国的 这是一个银 这是一个铜筋 这是一个银 这是一个银 你牙 你牙 你牙牙 牙齿 这都是钱 银 银 嗯 嗯 有桃的 没有长刺有桃的 有桃管不是刺管 这块还有啥 这还是要捧捧 不夺杂子 不夺杂子 这个木造没发现到洞 没发现到洞它这里头 这围团团 这明显的是 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 这块洞过 你看那个封门砖呢 这是有没有洞过 封门砖没洞过 上那儿挖的时候没有倒洞 上到咱 上到去大头的时候 从没有发现洞洞没有发现 那就奇怪了 再清理再看看 把这把这两个测试一下 不清完以后还是股价摆放的情况 这个一个那个我知东洋 这就放了个舌头 放了舌头 舌头是 鸭木的 这时候还有这种西筹 这个是十六国最常见的 九字连灯 就是它有一个桶状的座 然后有九斩 灯斩 他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 他主要就是 起的最后是陪葬了 就是照明的 给咱们现在那个灯用的 是一样的 这个九字连灯呢 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 本身底下有个高的座 这里头大家能看见 底下这个座 也是通到底 它就这么高的 阳位置 那么这个 安马和牛车 也是十六国木档的标准配置 经常见的标准配置 但是这个 包括这些一种 就是很典型的 这个像那个法剂啊 十字形的法剂 这种都是十六国 比较典型的东西 包括底下的动物 也都是常见的 但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陶质啊 比较畅 保存的比较畅 所以清起来比较 这个麻烦 它这个火候太低 稍微 可能稍微 带点泥一碰 它就会碎 这个安马呢 是 男主人出行的时候 他要 撑齐的 那么这个牛车呢 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 要重坐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她是女主人出行呢 前面有一个牵牛的 然后后面有两个子女 来这个扶死她 一般的话 都是女性是坐车 男性是骑嘛 2018年7月28日 考古队员准备 对M10号木的文物进行提取 考古队副队长赵湛瑞 负责所有木材和文物 现场影像的记录 就它那个两部上面还有一些图 没求净 就这个 嗯 陶谷队的技工王苍熙 正在填写M10号木的出土器物登记表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 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 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 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这个有点贴 M10号木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 而且造型精美 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九支连灯了 它里头还有什么小餐片之类的 全部把它收拳 这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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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九支连灯已经破碎 就被坏了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 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队完整 在M5号木和M6号木中 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 比如 头上有十字形发际的侍女泳 雕刻有食物的灶台 陶罐 陶牛车等等 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 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这个是三号木 那么三号木的厚实比较清楚 那前世大家看呢 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 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的很少的话 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水全部清理完 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 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 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方案 从上面啊重新呢把它破掉一部分 把上面土整个取掉 让前世完全暴露出来 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 首先把木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 然后做完资料取权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头的工作 又见夕阳 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 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 2018年8月2日一早 考古队员拆除了防晒网 将所有的墓葬都暴露出来 因为这个墓地位于咸阳机场附近 这边不能使用航拍设备对墓地进行记录 所以考古队请来了做三维扫描的工作人员 用多点拍照的方式 给墓地制作一张平面图 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开阴影 扫描人员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工作了整整一个中午 2018年8月3日上午 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M1、M5和M6墓葬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在提取文物之前 考古队员已经完成了墓葬平铺面图和纵铺面图的绘制 对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出土的位置 都进行了精准的记录 不仅如此 考古队员还要对每一件文物登记造册 在旅行完全套的手续之后 方可提取文物 这天下午 考古队员开始对编号为M2和M3的木道扩方 去除掉压在大墓前室上方的托 与此同时 几位考古队的技工都集中到了编号为M4的木坑中 清理前室底部的文物 由于几个人同时开展工作 发掘进度明显加快 一个下午的功夫 墓葬前室的文物就全部暴露出来 2018年8月5日 编号为M2和M3的木道 已经被挖出了两个大大的窝口 然而 要想挖到木室的位置 至少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副教授陈亮和学生 今天也来到了考古工地 他准备对人骨进行采样 这是10号目 10号目的第一个编号 研究生雷帅首先采集的是M10号目后视西侧的人骨 他按照人体解剖学的位置排列 说明他是圆葬个体 是墓葬的主人 这不行啊 这个牙根拔掉了 它有点酥 然而 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欠佳 下颌骨牙齿已经酥秀 都太酥了 这就采样就不行 齿根掉了就没有用了 都不行 这正义保存的不好 看看有没有链骨 看链骨那边行不行 找不到链骨 找不到链骨 只有在植骨上看有没有一块 这个是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好的 那其他就更惨了 陈亮又找到一块上颌骨 准备试一下运气 灌在里面 这个是上颌的左侧的 第一应该是第三九尺 这个第三九尺拔出来以后 齿根是完整的 没有被破坏 所以初步推测这个是可以去做DNA的检测的 第二九尺呢 也应该是完整的 所以这两个牙齿都可以 墓主人上颌骨的牙齿 采样成功 陈亮准备把它送到相关的实验室 检测DNA 刚才那个就是下颌骨 那个就是九尺 第三九尺第二九尺 采的时候 齿根都断了 因为保存的不好 输了 但是采上颌骨这个 这个齿根是完整的 把它采成DNA的样品了 目测目前是可以的 能做出来我就不知道 我看他们不是还有时候 用那肢骨一上颌骨 捏骨可以 肢骨也行 肢骨一会儿也采一块 白灰鱼 这个十六国时期 你知道在光彩里头 用白灰鲍 就是有白灰鲍 专门吸巢的 吸巢的 这个是个男的你的 我看是个男的 是吗 为啥呢 我看那个时候 大线级倒是挺大的 在哪 我觉得它可能是个女性 这个这个底骨呢 它不是那种典型的男性的 那个就是狭长的 像一个等腰三角形样 它其实更偏向于是吧 其实这个关节面呢 原本没有这么大 这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 它出现了那个 骨质是增生的那一部分 你看这些这个边缘这个 你看这个骨盆是可以把它 应该复原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骨盆 就是十五个那块回来一点 这整个这个骨盆呢 其实你看它这个骨盆的形状 恰意的开口 这些应该更接近一个女性的 是吧 如果是女性的话 要管质一点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意思了 打切 你就整个这个骨盆的特征 这个女性为中心 最后以这个女性为中心 就来合葬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女性的身份地位 很重要 起码在家庭里头 她的身份地位很重要 2018年8月15日 编号为M2和M3的大木 扩方已经完成 部分文物已经露头 你看嘛 通这儿 这是那个原子辫子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个 九个 行了 九个 查看完M2号目的时工情况 领队刘呆运又来到了M3号目 这就是银的 它就是银的 这有铜的有银的 银的没生锈 铜的生锈了 生锈这个是铜的 但是没件头骨也没件什么 这块我看不太清楚 就是这个银子这块 这中间这个有什么 东西黑黑的那里 灰 这字形有点像木 像木头 你拦了 拦了 这木头的痕迹 不要动不要动的一次 要是木头的痕迹 它应该是 头上它 头发里头垫的东西 头发里垫的东西 这块可以粘上去 这刚好是鼻子 你找个小米风带把它装进去 这个瓦子 所以说瓦的这块是瓦的里面有 这个瓦头 这个都是瓦头 已经没有一个比较质的这个瓦头 到这才有 上面都这个瓦头 嗯 它刀洞 刀洞不是从这下来的 这 这是不是 这是瓦头 从这里可能像大 这块有个图 这边硬 硬的像那个 鱼鳞片状的这个 这个 鸡鸭的这个图 嗯 不可能是好 上面图是什么 它这块 可见是 那上面 这块没有刀洞 没有炸 你能动 我发现 上面去刀洞的时候 我还注意这块 这块有 这块 这块都刀 这块都刀 这都刀比较 比较高 高于这个动静 这些地方 如果是刀洞在这 用个包破的办法的话 这几个裂缝 就有可能 你这有关系了 刀洞没有 没有 没有包破的痕迹 它包破的动静 很清楚 它就应该从哪儿进来 这个应该是后来垮掉的 里头垮掉的 刀洞进去把啥的倒走 马载的车载 经验丰富的刀洞 根据发掘现场的情况判断 M3号目很有可能 已经被到 他又赶快前往墓地北边的M11号目 因为今天 西北大学的陈亮老师 又过来提取人工 这几个部下 有几个能做DNA的 刚才那个 踩了个涅骨 不知道怎么样 有些就根本就不行 给你的骨头虾放一块 对 回头 它取脚本从你那儿取 嗯 行 这可能是给你的 为啥 这个最好的 我们先来来吃 捅一碗 这个的骨头 骨头虾在这儿 对 这吃 菜和毡有啥分别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吗 没有性别上的差别 它就是 菜和毡是 一般菜女性带得多 菜和毡的女性是共用的 两条腿的叫猟 又一条腿的叫毡 目前全陕西 出土就两枚 里面是在线索那边 里面就是在这边 有一个馆长放的砖头 把那砖头收了没 砖头 这放在那石头 砖头 收的 上面有字没 没有字 什么意思 看着这个木不咋样 这里头天儿不收 天儿不收 我们俩这个树桌的直径 是两个桌子 直径6公分 六斤 标签一切 六斤你看 标签一切 江北72公分 江北72花 给你拿手上开 架倒 这样花 这样放着 下一个盖 大哥 下一个我给你俩个铜签 让刘队要求 不是一个不身体不畏的都多 我用扁盒 你看我 我这个三 黄彩 附近一个十几个东西吃的 瞧瞧瞧瞧 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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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号墓 M2号墓 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并且建造者在它的墓道入口处 还用生土雕刻出门楼的造型 十分生动 由于木道上方不能架设陆路 因此木道里的土都是用手泥的方式运送上来 来 夏日疼了 女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头的 刚才在后面上干嘛 后面上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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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转上干嘛 这还烫了嘛 老师老师 你不敢敢往倒这餐来 那上面有梅楼子呢 那是好 再有二十公分到梅楼子上来 我梅楼子吃了 吃了什么就吃了 此时 考古队员将M2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打通了 为了确保墓道上雕刻的生土门楼不受到损坏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在封门砖上方 先打开了一个小洞 M2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接下来 考古队员就要对这里进行测量和绘图 在M3号墓中 济宫史红宇清理出了九支连灯 青铜器和墓主人的头骨 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头差 初步判定墓主人为女性 在M2号墓的前世 考古队的技工郭玄举和张晓荣 在指导绘图员郭卓画墓葬的铺面图 在这座墓葬的前世顶部 建造者在生土上雕刻出墓船的造型 仿佛一间屋子 这到底上个是建的吗 还是这四个建的 人子行 标识的都是个人子行 人子行比较平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就是旁边的时候刚好 这个稿都在这 这是一个稿都 这一条线跟着过来 这一条线跟着过来 然后这是个稿都 想量这个稿都 好 这个稿都 这是个稿都在旁边上 这是个稿都 稿都在这个稿上上 在这个稿上这 你我有个最高的小费的 120 在这 2018年8月19日 在墓地的北边 最先开始清理的M8号墓中 又发现了一具人骨和青铜器 这说明 在这个后世 很有可能上下落着 安葬了两个人 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2018年8月21日 考古队员清理 并提取出了最后一批文物 这座空港新城 十六国墓葬的考古工作 圆满结束 2018年11月中旬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精卫基地 考古队的技工王小丽 正在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 进行修复 对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文物 目前墓葬的三维扫描平面图已基本完成 该墓葬现已被回田 而考古队通过田野发掘 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成为十六国研究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这座墓葬的问题